接下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有三個標題,三個東西 一、二、三,豆點 我跟你講,一豆點、二豆點 然後這個換行,換下一個 然後把這些網頁裡面所有的這一些證照的內容 幫我把它列個表 那列表的部分的話,當然最後看到結果 我把它DEMO一下,大概就長這樣子 就把它列出來 建築設計領域,豆點 然後下一個,中國名稱,豆點,英文名稱 那這個也是一樣,一、二、三、一、二、三 先幫我列出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基本上的話,你可以按照固定的SOP吧 第一個的話,就是什麼 先把它的網頁先抓下來 那我會需要哪一個 用到request 然後request裡面有個request.get 把那個網址怎麼樣,丟給它 所以request.get,就這一串 所以有沒有request.get 把那個網址貼過來就可以了 那貼的話,反正就是這個網址 這邊把它Ctrl-C 你把它Ctrl-V貼上 所以基本上第一步,我們的網頁就抓下來了 然後會得到一個HTML物件 它的原始碼就放在.test裡面 所以第二步的話,就是再丟給什麼 丟給BeautifulShip去做分析 OK,那怎麼分析呢 我們利用BeautifulShip裡面 把這個網頁的原始碼丟給它 利用它的那個HTML.passer 就是幫我做解析 然後會得到一個SP的物件 OK,所以喔 基本上上面這四行都固定的 其實你可以拿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這四行 你可以拿來貼,拿來改都沒有問題 接下來的話,我們要做什麼呢 針對這個原始碼,SP 去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我要知道說這個網頁裡面 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那個 就是這個什麼呢 標籤跟Class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 先切到那個網頁裡面 找到你要抓資料的左上角 比如說這個啦 建築設計領域按右鍵 檢查一下 那檢查之後的話 右邊就會跳出我們這個熟悉的畫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它現在是停在哪裡 停在這裡吧 這個的話停在這裡 這個區塊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區塊呢 它的那個這個標籤就是DIV 然後後面會帶一個Class 就這個 OK,這個Class名稱 然後呢 我們要先找到整個外面那一塊 所以我可以往上 一樣往上推 看看有沒有最外面那一塊 那怎麼知道是不是最外面那一塊 其實就是這一塊 你會發現在這邊停下來了 其實就是這個區塊 或者往上推看一下 這個區塊其實也可以 這個區塊或者是上面這個區塊 那可以把它爬下來 不過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裡面的程式 其實基本上它裡面沒有別的東西 不像說那個大樂透還有什麼威力採 還有別的採 混在裡面 所以其實理論上我們不需要特別去切割 我們只需要什麼樣呢? 我們只需要乾脆針對這裡面的資料去爬取就可以 所以 你其實也可以把我剛剛講這個區塊爬下來 那這個區塊的話就DIV 開設名稱就這一個 那你一樣嘛 把這名稱Ctrl11 Ctrl11 Ctrl11 尋找一下 它怎麼沒有七個這個區塊 那或者是說呢 我們乾脆直接 另外一個方法就直接什麼? 直接爬取就可以了 爬取什麼呢? 爬取這個東西 我們看一下 按右鍵 檢查一下 這個名稱 那你會發現 我把它再拉過去一點點 這樣左邊會比較寬一點點 不過你會發現 它為了要讓那個畫面符合每一個網頁 你會發現剛剛我把這個頁面 往右邊 把它往左邊拉過去的時候 它的畫面 基本上會變成手機版 所以它會去偵測說 你的瀏覽器寬度 假如是比較寬 它就給你桌上型的畫面 可是如果比較窄的話 它就給你是手機畫面 它這裡面有JavaScript 這個就是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了解一下 然後把它 拉過來一點點 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邊呢 這個東西上面的第一個標 第一個名稱 就是DIV class名稱是這一個 那我可以Ctrl C C Ctrl F 把這個名稱來找一下 那你會發現 總共有幾個 66個 那它目前這個在哪裡 應該是第一個吧 OK 第一個 下一個 有沒有跳下一個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網頁裡面 理論上應該是有66個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要抓的這些資料 66筆的意思 第一個知道了 就是這個名稱 那第二個的話 再去抓第二個 就是第二欄的資料 按右鍵好了 檢查一下 那這個叫什麼名稱 你會發現 它這個名稱比較特殊 它只有H4 一個標籤 後面沒有class 所以呢 其實你也可以找一下 如果H4 Ctrl C Ctrl F 如果沒有class 那我們就用標籤名稱 來找找看 那找個方式的話 你可以什麼 先打一個小餘 Ctrl F 裡面打一個小 H4好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說 假如這個網頁裡面 剛好H4 它的總數量 如果剛好是66的話 那表示說 我把這個網頁裡面 所有的H4 抓回來 就會抓到它的中文名稱 OK 所以這個 有時候還是要看一下 這是總數量 如果這個數量不是66的話 那你可能要再想別的方法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第三個 所以我在Schedule Pro上面 按右鍵 檢查一下 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在H4的下一個 H4的下一個它small 那一樣的問題 它也只有標籤名稱 沒有class名稱 所以我們一樣 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small 把它找到這個Ctrl C 然後Ctrl F Ctrl V貼上 然後記得 small上面的話 前面一般習慣加一個小於符號 前面 表示說它是一個標籤 你可以看到 small 剛好它的總數也是66 所以理論上我們可以怎麼抓 如果你要抓這個標題 所有66個的話 其實它有固定規則 就是說它一定是DIV 而且它的class名稱一定是這個 那我只要怎麼 把這些全部抓回來 取得它裡面的文字 那就可以得到 這每一個的第一個欄位的資料 OK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如果要取中文名稱的話 我剛剛有查過 H4的話 它其實也是66個 所以我們基本上 就直接給標籤名稱就好了 我們不用給class名稱 那第三個的話 是small 所以我們基本上 大概抓到規則了 那我們基本上再來試試看 所以 第一個我們可以先做什麼 把資料抓回來之後 先抓前面這個名稱好了 OK 前面第一個欄位的名稱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底下 我們來看一下 底下的話也許 我就先產生一個list1 list1 那因為它有66個 所以我用sp.findall 特別重要這個是findall 然後呢 把什麼呢 把它的div名稱 好有沒有 我們第一個 上面 前面這個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的名稱叫什麼 就這個 div 所以它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div 然後class名稱是這個 所以我可以把class名稱 把它複製一下 點兩下複製 所以貼到後面 所以第一個參數 是它的標籤名稱 第二個 第二個是它的什麼呢 它的類別名稱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會抓到 是不是全部 我們來試一下 print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說呢 我抓到的是 它所有的名稱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OK的 所以 所以 試試看好了 就是這個list 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得到了 是不是所有的 這些 名稱 它把它全部抓回來了 有沒有 但是另外呢 它 這個總共66個 所以它 放在這個串列裡面 那 前後呢 一樣會有這個 它的標籤名 它的這個標籤名稱 所以我要把標籤名稱 去除掉的話 一樣 就是什麼 先加個中瓜 我如果要取第一個的話 那就是 index等於0 後面記得 加一個屬性 叫.test .test 就是抓 我不要外面這些標籤名稱 我只要裡面這個資料 把它執行一下 那理論上 抓第一個的話呢 應該會出現是什麼 建築設計領域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建築設計領域出來了 那如果要全部呢 接下來當然就是 跑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話呢 就是for i in range 這個range的話呢 就是什麼 把所有的 這個list 1 通通幫我算過一輪 OK 就這個了 那理論上 應該 你0可以省略 0到點 從0 到它 全部的地方 停下來 然後呢 幫我把它print出來一下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 一個回圈嘛 總數量 然後這邊改成i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幫我把66個 第一個欄位的資料 先print出來看看 如果這個OK的話 那底下應該就簡單了 第一個OK了 有沒有 那我們就抓到 等於有點是第一個欄位了 就是它 123的第一個 那再來的話抓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它的名稱是什麼 第二個名稱是這個 所以你按右鍵 檢查 它叫做H4 就是標題4 所以呢 再來我們可以在 在list1的下面這邊 再增加一個敘述 這個敘述的話 其實你可以拿上面 複製貼 來改 也可以啦 那也許我就是第二個欄位 叫list2 好了 Find all部分的話 因為它的標籤是H4 所以我這邊直接打H4 意思就是說 幫我找找看 這個網頁裡面 是H4的幫我列出來 那列出來之後的話 幫我print出來看看 我這邊改一下 所以這邊 放在list2 這邊改成 改成list2好了 把list2裡面的資料 全部幫我print出來看看 是不是它裡面所有的 中文名字叫什麼 基礎建築及室內設計立體 這個啦 中間 等於第二欄 幫我print出來看看 如果ok的話 那表示 看一下是不是 是不是66個 看起來應該是 第一個名稱 第二個名稱 第三個名稱 沒問題 所以list2又抓到了 那list3的話 就第三欄 那第三欄一樣 這邊按右鍵 檢查一下 它的標籤是什麼 所以呢我們可以 把這個small 有沒有 一樣的道理 把它加到這裡來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 list2 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這邊改成list3 然後呢 把它的標籤名稱 改成small 那不就第三欄 所以一樣 先把它這邊 幫我把它print出來 看看是不是 全部都是66個英文名稱 如果4的話呢 那理論上 看起來好像是4 有沒有 對沒錯 第一個是Sketch Pro 第二個是AutoK 全部66個 那最後如果我希望什麼 把這三欄呢 全部都一起輸出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第一個放第一欄 就list1 第二個放list2 第三個放list3 所以呢 如果全部要都在 中間記得加那個 豆點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先 複製到前面好了 然後中間再串一下 中間加豆點 因為將來我希望輸出成CSV 所以 這邊再複製到前面好了 那這邊是list1 list1裡面的資料 串接一個豆點 然後再加上list2裡面的test 再加上list3裡面的test 那中間呢 一律呢 用串一個豆點 這邊少一個加號 然後呢 這樣子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就完成了 所以 這個就是它的原來的類別名稱 第二個欄位的話 就是它的中文名稱 第三個就是它的英文名稱 所以直接執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就是 這邊 第一欄 就是這些 第二欄就是中文名稱 第三欄呢 那就是我們的英文名稱 那最後當然如果說 你要存檔的話 其實跟前面一樣 再次 存檔 存檔還記得吧 我們做了蠻多次了 如果要把這個存檔的話 那一樣 在最後面加三行 很重要的是三行 F等於Open 有沒有 瓜糊嘛 存檔的名稱叫什麼 也許叫TQC好了 然後 點CSV 然後呢 存檔我們是用W 把它的裡面的字寫出去 然後寫的話 是F.Right 寫出去的話呢 又寫一個S 可是S我們現在還沒產生 不過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產生 然後記得F.Close 就說存檔 以後跟各位講 不管你將來是存什麼檔 反正就這三行就對了 甚至如果你要存 像上次我們講到 如果你要存土檔 土檔也是這三行的結構 也是可以的 然後再來S還沒產生 所以S怎麼產生 一般習慣是會在FOR上面加一個S 等於空的 然後把Print的下面 再增加一個S 等於S自己本身 串接上面的這些東西 但是呢 S本身沒有換行 所以必須要再加一個反斜線 反斜線N就對了 所以把這個Print裡面 刮虎裡面的這個自串 然後後面記得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換行 串一個反斜線N 這樣子應該就完成了 所以裡面上這樣我們來看一下 TQ 所以存檔的話就存成TQC 然後把這個S 剛剛看到這些畫面 通通存到S裡面 幫我存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執行看看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應該是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邊就有個C 重新整理一下 按照修改日期 這邊就有個TQC.CSV 打開來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是會有三個欄位 那這三個欄位呢 分別是它的類別名稱 跟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這樣就OK了 好 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後續的 比如說像這邊 假設我想知道說 它各類別的數量哪個是比較多的 那其實你可以插入什麼 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比如說我要統計什麼 統計哪個類 不過好像這邊我少了一個 你可以看到這邊可以算一下裡面的數量 好像哪一個 哪一種類型最多呢 好像軟體設計最多 18個項目 再來就工程 再來就視覺 視覺設計的相關的 所以看得出來 目前好像比較夯的這個證照 好像軟體設計的相對會多一點點 以他們這個來看的話 所以後續大家可以配合什麼 這個樞紐分析表 來做後續分析 因為樞紐分析表比較簡單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講到的這個部分 那主要我們是先抓取原始碼 利用BeautifulSoup裡面 再去分析 它那個網頁裡面因為三個欄位 所以先做它的特徵 第一個應該是DIV 第二個它class 第二個欄的話 因為它沒有class 只有H1 所以IH4 所以就抓H4 那第三個欄就是small 所以抓small就可以 那就分別怎麼樣 把這資料輸出 最後存檔 所以最後做完的話 理論上應該得到的程式 大概就14行左右 14行就可以把一件事情完整 那當然你看起來 好像很多東西是好像有新的 可是你會發現 我們最後寫來寫去 那不外乎就是這些東西 什麼request BeautifulSoup 然後串列 把資料抓回來 再用回圈輸出 最後存檔 大概就這些 大概有一定的固定流程 所以請各位回去把它熟悉之後 其他的就是活學活用 再來是見招拆招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當然 如果你假設 還意猶未盡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我後面還有個題目 這個題目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抓完這些之後 你想要再抓別的 比如說你想要抓什麼 抓這個網頁裡面的 底下是不是有什麼 這個網頁裡面最下面 About Us 假設我想要把 這個About Us裡面的資料 抓回來的話 那怎麼改型 一樣嘛 反正就抓特徵 在這個上面按右鍵 比如說About Us這邊按右鍵 檢查一下 這邊有沒有什麼特徵呢 看一下 在這個網頁裡面 它基本上 可以看到 這一塊好像 上面是H3 這一塊好像是什麼 DIV 它的class是這個 叫這個名稱 那你可以先判斷 這個名稱是不是唯一的 如果是的話 那你就find 把裡面東西抓回來 那就抓到了嘛 所以Ctrl-C Ctrl-F 然後Ctrl-V 貼上 看一下 沒有耶 它好像 蠻多個的 所以 可能還是要看一下 還是說它底下 這個有蠻多的 所以 如果不是唯一的話 你可以再看一下 有沒有其他的特徵 也就是說呢 假設這個區塊 它唯一的一個特徵 你就用 沒有 應該是上面這個 還有一個class是這個 叫什麼 Custom 是Custom 看看 Ctrl-F Ctrl-V Custom 就只有兩個 下一個 就只有兩段 所以其實 找那個Custom 好像比較簡單 Custom裡面的第一個 那就可以把裡面知道 抓回來了 OK 大概這樣的原理原則 應該可以理解 只是剩下就是熟練 我是覺得 反正你多做幾個練習之後 其實我層次起來寫去 都固定那幾行 OK 其他的也沒有 再多了 再多等於 增加各位的負擔 所以 盡可能的把它熟練 熟練之後的話 再做一些變化 你會發現 只要在網頁上的東西 想要把它抓下來 都不是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甚至你可以再練習 找別的網站也沒關係 像這個網站 我是覺得 好處是 還蠻簡單的 那 OK 試試看